儿子 你们今天不是要去离婚吗 那个女人怎么还不起床 该不会是想装病不愿意去离婚吧 你们结婚都一年了 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 还留着她在家里做什么 谁会摆养一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陈玉芬骂骂咧咧的说着 妈 你放心吧 我说跟她离婚就一定会跟她离婚 就算她装病也没有用 我们家不会摆养一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叶之秋在房间里听着外面的对话 心中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婚一年了 叶之秋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 婆婆一开始还能忍着 如今一年过去了 别家的媳妇一个个的都怀上了 终于是忍受不住 怂恿儿子跟叶之秋提了离婚的事情 叶之秋刚准备从房间出去 赵远青推开门进来了 你起来了正好 今天下雨 我们去公社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你也别怪我这个做丈夫的无情 你在我们家白吃白住了一年 最后连的孩子都没有 我们家不要你赔偿什么 办完离婚手续 你就收拾你的东西 回娘家吧 赵远青看到叶之秋安安静静的 不像昨天那样跟他哭闹了 心中略微有些疑惑 我肚子一年都没有一点动静 你确定你那方面没有缺陷 赵远青一听 立刻愤怒下来 叶之秋 你什么意思 就是你想到的那个意思 原主不懂事 以为是自己的原因才怀不上孩子 每天都背负着愧疚 活在被丈夫嘲讽的家庭里 赵远青没有一点同情心就算了 还天天跟陈玉芬说风凉话 但现在的叶之秋 是从二十二世纪穿越过来的 他什么都懂 叶之秋 赵远青指着叶之秋的鼻子 气得说不出话了 外面 陈玉芳听到赵远青和叶之秋的对话 跑了进来 你刚刚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 你儿子身体有缺陷 最好趁早去医院检查检查 不然了 以后哪家姑娘嫁到你们家里来 祸害了人家 陈玉芬一听 气得想要上去动手揍叶之秋 来呀 来打我呀 要是把我打死了 你们一家四口都逃不掉 赵远青吓得赶紧去拉住陈玉芬 陈玉芬本想吓唬叶之秋 自己却被气得全身颤抖 离婚 今天必须离婚 我倒要看看 你从我们家出去之后 还有谁敢娶你 离就离 谁怕谁 叶之秋拿上自己的东西 就和赵远青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两个人离婚的事情 很快就在赵家村传开 陈玉芳趁着叶之秋不在家 就跟邻居们说叶之秋的各种不适 说他们家倒了八辈子煤 碰上叶之秋这种生不出孩子的 陈玉芳看到村里人都站在他这边 帮他说叶之秋的不是 心里可高兴了 就好像打了胜仗一样 叶之秋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不是夫妻了 以后别让我家里烦我 你的东西我已经让我妈打包好了 放在村头的茅草房里 自己去扛着你的东西 为娘家吧 放心 就算你用八台大叫抬我 我也不会来烦你 说完 叶之秋掉头就走 赵远青看着叶之秋这么干脆的离去 让他感觉到很陌生 叶之秋和赵远青离婚之后 心情特别好 他本想在街上吃一碗云吞填饱肚子 可是摸了摸口袋 一分钱也没摸出来 没有钱吃东西 叶之秋只能饿着肚子回了村里 村里那些闲聊的女人 看到叶之秋回来后 一个个凑在一起 开始议论叶之秋不能生孩子的事情 那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离婚回来了 瞧瞧那干瘪的身子 连个屁股都没有 哪里能生孩子 换做是我家 我是不会娶这样的女人进门的 浪费粮食 准备去茅草房里 拿自己东西的叶之秋 转身就往哪些女人走去 哪些女人看到叶之秋走不来 下意识的安静了下来 各位婶婶 嫂子 你们怎么知道 生不出孩子是我的问题 难道你们跟赵远庆 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见过她的身体结构 这些女人对叶之秋说了两句 脸瞬间就红了 其中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发怒 只是叶之秋的鼻子吗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的 难怪赵远庆跟你离婚 就你这张嘴 哪个男人受得了 是 怎么这么生气啊 难不成真对我说中了 你跟赵远庆真有点什么不吵 那个女人气得要拿混子打叶之秋 被边上的人拦住 说不能打人 把人打伤了还得赔钱 再说 他们背后议论叶之秋 本就是他们理贵 要是闹到村干部那边去 还要被批评 咱们别跟叶之秋这样的女人一番见识 她已经跟赵远庆离婚了 以后不会再来咱们村了 以后说话 先过过脑子 丢下这么一句话 叶之秋去拿她的东西了 袋子里装的就是些衣服和不值钱的东西 而结婚时 娘家给的嫁妆一样都没有 这时候如果再回去拿 赵远庆也不会让她进家门 东西有点重 叶之秋只能走走停停 正走着 脚下一滑 人就往前面摔了去 站稳后回头看去 是赵远峰 他是赵远庆的亲大哥 很小的时候跟家里人走散了 两三个月前不知怎么回来了 父亲赵铁龙说 他就是当年走失的孩子 而母亲陈玉芬不想再多个没坠 直接不承认 他是自己的孩子 一口咬定是赵铁龙在外面的私生子 于是赵远峰回来后的生活可想而知 大 大哥 赵远峰这个人不太爱说话 盯着叶之秋的脸看了一遍 你带这么多东西 是要去哪里 我跟赵远庆离婚了 现在要带东西回娘家去 那你把东西放到我的推车上 用车推回你家 叶之秋走过去 把东西放到车上 整个人瞬间就轻松了 那个 谢谢你啊 赵远峰看了看没说话 叶之秋推着车 可没走两步 他连忙把车停下来 看着眼前的路迟疑离婚 那个 大哥 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些东西 推到娘家去 叶之秋跟赵远庆离婚了 按理说他应该跟赵远庆一家不再来往 可是眼前的情况 叶秋也硬气不起来 心里想着 要不等过了今天 再跟赵家断了来往 赵远峰看了一眼叶之秋 然后走不去 推着车往前就走 他走得很快 也不管后面的叶之秋能不能跟上 两人就这么一前一后的走 在这里停下来吧 我自己扛回去就行了 自己离婚的消息 村里人还不知道 在那个年代 这种事情要背负很大的压力 要是赵远峰去到叶之秋娘家里 这个事情就更加不好解释了 赵远峰把东西放下来后 他一声不吭地推着车走了 真的谢谢你啊 小妹 你怎么回来了 怎么还扛着一个麻袋 我跟赵远庆离婚了 这是我的东西 什么 小姑子 你跟赵远庆离婚了 爸妈知道了吗 今天早上离婚的 还没来得及跟爸妈说 这个事情已经定下来了 我去找些吃的 太饿了 下午 赶农活的父母回来知道 叶之秋离婚后 脸色甚是难看 你怎么就离婚了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 他爹啊 他才十八岁 结婚一年就离婚了 咱们家脸都丢没了 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 以后谁还会娶他呀 离都离了 还能怎么办 两人一直以来对叶之秋说 好不上好 也说不上不好 总之他把原主生下来 又将他养大 完全是因为责任 那好歹到赵家那边去劝劝啊 两个孩子冲动 咱们去劝劝 说不定这个事情就有挽回的余地呢 嫁出去的女儿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 你现在突然回来了 让我们这些做兄长的怎么办 以后我们还要不要见人了 谁在家里不受点委屈的 忍忍就过去了 怎么都比离了强啊 现在两位哥哥都有老婆孩子 正是分家的接骨眼 本来两人商量着把以前叶之秋的那些田地给分了 现在他回来了不仅要还给他 还要腾出房间给他住 你们就不关心我为什么离吗 叶之秋看着这一家人有些心凉 我不管你因为什么离婚 总是就是你的不对 我的不对 赵远青连同房都做不到 陈玉芬天天嘲讽我 是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 逼着我离婚 我能不离吗 一群人面面相觑 以前陈玉芬逼着叶之秋喝中药条理的时候 叶之秋有时候会跑回娘家宿古 说婆婆的不是 但是从来没听说过赵远青有问题 一个个被震惊到 那你跟陈玉芬说啊 他知道了这是不怪你 就不会让你们离婚了 已经这样了 在一块还有什么意义 这里是我的家 有我的田地和房间 我回来住 哥嫂应该不会有意见吧 哥嫂们当着父母的面 有意见也不好意思说出来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 既然回来了就在家住着 家里有田有地有房子 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一口吃的 去收拾屋子吧 晚上叶之秋铺好了床 躺在床上休息 心里想着 自己是因为生不出孩子才离婚的 以后找对象就很难找得到了 就算有愿意跟他出对象的 也都是些二婚的男人 而赵远庆呢 想再找一个就很容易 越想叶之秋就越恨 第二天叶之秋吃了饭 就去找赵远峰了 叶之秋想了一晚上 他认为自己可以跟赵远峰合作 这个合作就是嫁给赵远峰 嫁给赵远峰隔应他们 让他们这辈子都不好受 叶之秋到了赵家村后 找了地方停下 就开始等赵远峰路过 快没耐心的时候 赵远峰终于出现了 大哥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 咱们结婚吧 赵远峰惊呆在原地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是认真的 没有胡说八道 这个想法是叶之秋 昨天夜里才想出来的 有些仓促 却也是考虑清楚的 他知道赵远峰在家里不受宠 被陈玉峰怀疑是私生子 他心里也是不好受的 而且陈玉峰不会给赵远峰说亲 与其这样 不如跟他结婚 不但能隔应陈玉峰 还能过上想要的生活 不过要是赵远峰不愿意 叶之秋也不会勉强的 赵远峰看了看叶之秋 没说话 抬脚就向山上走去 叶之秋一脸莫名其妙 叶之秋站了一会 想回去又不甘心 他还是想跟赵远峰确认一次 对方要是十分认真的拒绝的 他就放弃了 大哥 你有什么想法 可以跟我说出来 你就不怕被人戳几两骨 你说的是 陈玉峰跟赵远峰会戳我的几两骨吗 他们两人对付我的时候 怎么不怕别人戳他们的几两骨 我现在已经跟赵远峰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嫁给谁是我的自由 而且我不仅能生 还能生很多个 有问题的是赵远峰 很多个是几个 听到这话叶之秋瞬间脸红了 这是同意了吗 还没同意 行 那我找别人去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 你跟赵远峰领账了 叶之秋回来不到一天 叶家人惊呆了两次 你不是昨天才跟赵远峰离了吗 今天又嫁给赵远峰 这合理吗 我跟赵远峰又没有血缘关系 我结婚一年了 还是黄花大闺女 嫁给他有什么不合理的 你这是胡闹 叶之秋挺着腰杆子 看着李方宽 我怎么胡闹了 不是你们希望我快点嫁出去的吗 现在我找到要嫁的人了 你们反倒过来说 我都不是了 为什么要嫁给赵远峰 嫁给谁不好 非要嫁给他家的人 因为现在只有赵远峰愿意娶我 现在我们是合法夫妻 你们不同意 也就这样了 还有一点叶之秋没有说 那就是赵远峰长得还挺帅 他看赵远峰顺眼 第二天中午 赵家的人就气冲冲的找到叶之秋家里来 好你个叶之秋 才刚跟我家远庆离了 转身就嫁给赵远峰 把我们赵家当什么了 妈 我跟远峰是真心相爱 您就成全我们吧 叶之秋脸上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 这一声妈叫的陈玉芬一身鸡皮疙的 叶之秋 你给我闭嘴 谁允许你这么叫我的 我都是远峰的人了 结婚证也领了 不这么叫你 我要怎么叫 陈玉芬上去就想动手 叶之秋一点也不害怕 您就是打死我 我也是赵远峰的人了 我和赵远青已经离了 我却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周围这么多人看热闹 叶之秋这一番话说出来 看热闹的人一阵哗然 不是说叶之秋生不出孩子吗 怎么离婚了 还是黄花大闺女 我俩都是单身 自由恋爱就不行吗 赵远峰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之秋说的都是真的呀 你叫这么亲密干什么 生怕别人不知道吗 叶之秋啊 叶之秋 我 你们家儿子对我们家女儿 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们还有连跑到我们家里来叫骂 是当我们叶家没有人好欺负吗 不行 叶之秋要是再嫁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接受不了 之秋嫁过来又不跟你们住 你们管那么多做什么 那我不得掏钱给你们结婚 我会自己掏钱 再说了 你们又舍得掏多少钱出来 赵家的人看着赵远峰 眼神都不一样了 他回来的那一天 穿得破破烂烂 身上能有钱结婚吗 行行行 你们结吧 我不管了 文宇分器的转身就走了 赵铁龙还在这里 叶之秋心情大好的问 爸 你在这也行 我看这个月的28号是个好日子 要不我和远峰就定在这个月的28结婚 怎么样 赵铁龙听着一声 爸实在别扭 眼前的叶之秋怎么突然就变了 变得自信强硬 不容别人干涉 我也不管了 你们想什么时候结婚就什么时候结婚 赵远峰 叶之秋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们的 赵远庆还是第一次这么生气 他接受不了这样的转变 赵远庆 我劝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你那方面的功能吧 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叶之秋 你 你 既然决定了婚期 那这两天我会去准备定亲的东西 你还给他聘礼 他一个二婚的女人 二婚怎么了 二婚就不要聘礼了 又不要你准备 你花那么多做什么 大家也是惊讶 赵远峰以前唯唯诺诺的 怎么突然说话跟叶之秋一样强硬 最高兴的就是叶之秋的两位嫂子了 叶之秋嫁出去了 不仅分了他的田地 还能腾出来一间屋子 过了几天 赵远峰就带着聘礼来到叶之秋家里 陈玉芳是不想来的 但又怕被村里人说闲话 再怎么说也是赵远峰的母亲 爸妈来了 进屋喝白开水吗 我给你们倒一些 陈玉芳听到叶之秋叫的 一脸不乐意 不用了 今天过来是给你下聘的 聘礼在那里 赵远峰给你买的 这么多东西 远峰真是有心了 这些聘礼 叶建国两口子也有点惊讶 这已经是乡下最高的聘礼规格 想到准备差不多一样的陪嫁 心里凉了半截 两位嫂子脸色不好 他们是投婚 当初结婚两个人的聘礼 加起来都没有叶之秋的多 转眼来到了二十八号结婚这天 我到村子里面问了 他们说你是第二次结婚 就不来给你送嫁了 待会赵家的人过来接亲 你自己过去就行 叶之秋听到李凤宽这么说 他也不意外 他本来就不同意这一门婚事 不然也不至于他出嫁 连一件新的衣服都没有 行 那我就自己过去吧 你们都不用跟过去了 赵远峰来接亲了 跟着来的只有几个帮忙搬嫁上的 陈玉芬不借给赵远峰自行车 两人也只能走路回家 婚房是侧屋的小房间 连柜子都没有 叶之秋直接来到赵远庆的房间 上次娘家给的陪嫁柜子还在这 喊来赵远峰准备搬走 这可以买新的 买新的多贵呀 花那个冤枉钱做什么 再说了 这个衣柜是我妈当初给我准备的嫁妆 现在我跟赵远庆离婚了 我拿走我的嫁妆 有什么错 说的有道理 正准备下手的时候 赵远庆和陈玉芬回来了 你们在干什么 我把我的嫁妆搬走 这是我妈给我买的 我跟你已经离了 这些我搬走你没意见吧 谁说没意见 叶之秋 你趁着我不在家 跑到我房间里面来搬东西 有没有素质的 叶之秋 你嫁到我家里来我认了 现在你又做出这种事 就不怕村子里面的人笑话吗 还有你赵远峰 你就这么跟着这个女人胡闹啊 你心里面还有没有我们这些亲人 妈 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这是我的嫁妆 我自己的东西 我还不能带走了 陈玉芬准备甩开膀子 跟叶之秋分得高下 赵远峰不愿意了 有什么不满的 说我说 今天这个事情到底是谁没理 你们心里都清楚 要是实在不服气 就找村长来评理 村长一来 那全村人都来看热闹 而且陈玉芬又不占领 还想有个好形象 给赵远峰娶媳妇 叶之秋两人搬着柜子就走了 赵远峰又一次觉得 叶之秋跟以前不一样了 想动手拦住 奈何又不是赵远峰的对手 妈 这怎么办 儿子 咱不要这个女人的东西 以后咱们买更好的 妈有钱 过阵子给你找一个好老婆 到时候有他们羡慕的时候 妈 叶之秋说我身体有问题 那么多人都听到了 我的脸都丢尽了 谁身体有问题 过段时间就知道了 你可别被叶之秋忽悠了 你是妈的儿子 妈能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这个叶之秋也太可恶了 居然敢忽悠我 还有那个赵远峰 手上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估计就那么点也花完了 他要是有钱 当初回来的时候 也不至于穿的跟乞丐一样 跟赵远峰结婚 那就要跟赵远峰睡一张床 换坐之前赵远峰丑一点 叶之秋也不会紧张啥的 但是回到房间后 在昏暗的灯光下 看着赵远峰那张精致的 有些过分的脸 叶之秋莫名的就紧张 浓密的眉头 精致细长的桃花眼 还有那鹰挺的鼻子 越看叶之秋 就想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你脸上的胡子刮完了 怎么没看到有胡须的根呢 胡子是我贴上去的 干嘛要贴胡子上去 这样干干净净不好吗 大哥你是不是有 还叫大哥 你忘了你现在是谁吗 叶之秋也意识到 自己叫的不对 笑呵呵着又改口 远 远峰 对了 刚才谢谢你 虽然是说好的合作 但我也是你的丈夫 林大小时都护着你 两人说好的不带感情 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赵远峰知道 叶之秋跟自己结婚的目的 就是为了隔应陈玉峰母子俩 叶之秋却揣摩不透 赵远峰的目的 相安无事的入睡 而另一边 陈玉峰还在自以为是的盘塞着 你们现在也成家了 我这个做母亲的 也不为难你们 当初叶之秋说过 嫁过来之后就要分家 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家给分了 家里的粮食还有一些 我会分三袋粮食和二十块钱给你们 这只是事态性的 先看看两人脸色 见两人没说话 至于田和地 你名下没有 我们就不分了 接下来你弟弟还要找对象 也需要田地 你想要种地就自己去租 反正以后就你们两个人 租个两三亩田就够 陈玉峰本来什么也不想给他俩 又怕饿出个好歹 自己还要担责任 这才忍痛分了三袋粮食和二十块钱给他们 刚刚我说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吧 既然听见了 我就不想说第二遍 远峰你怎么看 无所谓 我不会让你饿肚子的 现在分家了 就是两家人了 以后没有饭吃 可千万别来找我们 我们家可没有钱和米借给你们 放心好了 我们就算饿死 也不会上你家吃一口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犯不着生气 今天开始你们就自己做饭吃吧 锅碗调盆 陈玉峰一样没分给叶之秋 好在叶之秋的那些价政里面有 家里什么的东西都没有 我去买一些回来 叶之秋想搭一个简单的灶台做饭 不过他没有羊钉和铁锤 正准备出去借 正好碰到赵铁龙从外面回来 爸 您的羊钉铁锤借给我用用 我没有羊钉铁锤 羊钉是花钱买的 用一个就少一个 赵铁龙是不愿意借的 屋内的陈玉峰听到叶之秋过来借东西 当下就跑了出来 都分家了 怎么还到我家里来拿东西 不会自己花钱买吗 你就只给我分了二十块钱 二十块钱能买什么 再说早上才刚分家 去镇上买也需要时间呢 二十块钱还少吗 你有手有脚的 不会自己去赚吗 叶之秋听着这话真的是气到了 他就不应该跟赵铁龙借东西 行 我有手有脚 我去赚 在陈玉峰这里 借不到羊钉铁锤 叶之秋就去别处借 问了好几户人家 别人都不愿意借 最后 还是一个村子里比较和善的女人 见叶之秋可怜 才把家里的羊钉铁锤 借给叶之秋 孩子 这些羊钉铁锤 你拿去用 不够审家里还有 这是第一次 有人对叶之秋那么暖心 他的心颤抖了一下 眼睛也有些酸涩 到了谢之后 叶之秋就拿着羊钉铁锤回去了 没多久 赵远峰也回来了 买的油盐酱醋 还有各种蔬菜 肉以及猪油 这些东西二十块钱肯定不够 你去哪里弄的钱 买这么多东西 赵远峰看着也不像是有钱人了 他的钱结婚时应该用完了 怎么还有钱 我自己的钱 赵远峰没过多的解释 赵远青看到赵远峰买了一堆东西回来 怀疑是陈玉芬私底下拿钱给赵远峰了 就跑去质问陈玉芬 我哪里有钱给他 我自己都没钱花 他都买了什么 我看到他买了好多猪油 还有很多菜和肉 陈玉芳一脸的疑惑 赵远峰不应该有钱才对 不对 是不是你爸给的 我会给他钱吗 再说我手上哪里有钱 家里的钱都在你手上 陈玉芳听到赵铁龙反驳 就想着是不是赵远峰偷他钱了 于是赶紧跑回屋里 把床底下的钱都拿出来 里面几百块钱 一分也没有少 我的钱没少 那他是哪来的钱 难道赵远峰在外面赚了大钱 不可能 你爹去接他回来时 身上的衣服脏兮兮的 带着满满的补丁 他要是赚到了钱 回到家里不可能这么寒酸 妈 那他是不是跟别人借的 就赵远峰那样的人 谁会一次性借那么多钱给他 他肯定是去托别人家的钱了 儿子 这阵子你可一定要盯住赵远峰 别让他进我们的家门了 这个人手脚不干净 这钱我是留着给你娶媳妇的 放心吧 妈 我一定好好盯着他 两人正在悄悄的说话 这是一阵香味飘了过来 走到外面一看 叶之秋正在熬煮油 妈 这猪油可真香 托别人的钱买回来的 总有一天被人家找上来 幸亏分开了 要不然就被连累了 附近路过的人看到叶之秋练猪油 一脸的羡慕 知秋 你们家练猪油啊 真香啊 这油渣炒菜特别的香 是的 张沈 今天刚刚分家 不买猪油回来练 晚上就没有油炒菜了 这话是说给路过的那个听的 也是说给陈玉芬听的 那个婆婆像陈玉芳这样 分家不分田不分地 连炒菜的油都不分一点 叶之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跟别人说这些 别人怎么想 明天整个村的人都知道 我这个做婆婆的亏待你了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有哪一句是假话 陈玉芬的话卡在喉咙里面 不上不下 叶之秋说的话没错 再说了 连钉子铁锤都不愿意借 怕我占你的便宜 你还怕别人说你的不是 边上的赵远峰听到后 脸色有些难看 原来自己不在家时 陈玉芬连一颗钉子 都不愿意拿给叶之秋用 你要是再跑过来找茬 别怪我不客气 哎呀 真是要变天了 儿媳妇都踩到我头上了 闭嘴 看着赵远峰的眼神有点吓人 从没见过他如此严厉 就连旁边的叶之秋也吓了一跳 妈 咱们别理他们 总有一天他们会来求我们的 咱们到屋里去 眼不见心不烦 行 你们厉害 以后有事可别来求我 你别生气了 他们都回去了 明天我去买铁锤跟钉子 还需要什么 你跟我说 我没有什么需要买的 其实 他有很多东西需要买 但是 他哪里好意思要赵远峰买东西来的 篮子里有肉 拿过来炒了吃 你还买了肉 我们昨天酒席上刚吃过肉 要不放着过两天吃 虽然叶之秋很想吃 但是这东西那么贵 也不能天天吃 看着叶之秋 勤俭节约的过苦日子 赵远峰也于心不忍 好吧 你跟我来 有事跟你说 这些钱给你 足够你吃肉了 你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已经猪肉一块钱的年代 赵远峰没有任何迟疑 就掏了五十块钱给他 这是心疼他了吗 反正不是偷来的 你只管话就行 说完 赵远峰就去灶台开始炒菜了 村里的男人都不做饭 你居然会做饭 倒是挺难得 不做饭 要饿肚子 饿得多了就学会做饭了 叶之秋听着 内心微微有些触动 赵远峰跟他结婚 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不然 以他的模样和厨艺 肯定取个比自己好的 与此同时 隔壁的陈玉芳也在吃饭 妈 我们家什么时候也买点肉吃啊 你看隔壁那两个 炒了好大一大盘肉来吃 咱们家也不穷啊 怎么吃一顿肉都不行 你不当家 不知柴米油盐贵 能填饱肚子就行 吃那么好干什么 他们那种吃法能潇洒几天 没几天就该喝西北风了 几人闻着飘过来的香味 心里面更是急躁 赵铁龙 赵远峰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当初你去接他回来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什么 我能发现什么 他回来就带了个破包 里面装两套破衣服 站在路边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赵远峰都走丢十多年了 当时要不是村长 让赵铁龙去接赵远峰 赵铁龙是不愿意去接的 妈 不说这些了 我现在离婚了 也是时候找一个了 我觉得叶家村的那个五美凤挺不错的 您什么时候跟我爸去他外婆家提亲啊 我不同意 他是寄养在外婆家的 家境不好 娶了他我们脸上没有光 而且现在正在农忙 你不想着先养残赚钱 老想着结婚干嘛 陈玉芬主要是不想花钱 结婚不是小事 很费钱的 打算等养残赚多一点钱 再给儿子结婚 妈 叶之秋那天当的那么多人说我身体有问题 我要是再不结婚 村里人就开始说我闲话了 而且五美凤长得高大 干活也很快 嫁过来还能帮你摘丧叶养残 还能做很多家务活 你这么说到也是这个礼 那个五美凤看着是能生儿子的 赵铁龙 不如趁着过几日不忙 我们去他们家提个亲 然后把这个婚事办了 这个事你看着办 第二天吃完饭 叶之秋就来到镇上 有了赵远峰给的几十块钱 看看有没有什么赚钱的法子 在镇上转了一圈 看到有人收购残检 叶之秋走过去问 你们是在收购残检吗 是的 我们这里收购残检 你们收购残检 是要送到哪里去呀 这些都是运到市里 然后做成残丝被以及丝绸 要卖到大城市去 还能卖到国外 对方看是个小姑娘 也没有藏着掖着 叶之秋才明白 他们这是中间商赚茶价 心里想着就做这个生意了 回到家 叶之秋在盘算着这件事情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本钱问题 显然只有赵远峰给的那几十块是不够的 第二天起来买了些礼品 就去了娘家 才嫁过去几天 你怎么又回来了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 就回来看看你们 对了 大哥二哥分家了吗 都分了 家里的东西和钱 都分给你大哥二哥了 你在婆家要好好的 千万别再离了 我们年纪大了 你有什么事情也帮不了你了 爸妈 你们是怕我回来借钱 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吧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我们还能磕待你不成 所以这一次 您是会借一点钱给我的吧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回来了就是问父母借钱 妈 就她现在的处境 借给她了 有钱还给您吗 咱们家这么艰难 怎能去帮一个外人 执秋啊 妈的日子也难过 你还是回去吧 以后没事别回来了 你回娘家借钱这个事情 如果传出去了 我们家真的丢不起这个人了 只有叶建国没说话 其他几人围着叶之秋在那里 说个不停 叶之秋回娘家借钱 也没抱什么希望 转身就走了 出了村口 看见叶建国站在那里 我手里也没什么钱 钱都在你妈那里 这五十块钱你拿着 你妈的性格你也知道 这辈子穷怕了 即便有了钱 也担心饿肚子 她心里面不踏实的 叶之秋站在那里 心里无味杂陈 不知道如何回答 这五十块钱你拿回去吧 钱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也因为这闹得不愉快 回到家后 陈玉芬居然和颜月色的找上门来 远峰啊 知秋啊 你们是远庆的亲哥嫂 明天远庆就要跟美凤结婚了 你们做哥嫂的 要过来帮帮忙啊 你们一个匹柴挑水 一个洗碗煮饭 此时此刻的陈玉芬 好似忘记了 当初跟叶之秋发生过的不愉快 叶之秋看着陈玉芬的表情 就知道她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 无非是需要用得上他们了 就对他们笑脸相对 不需要了 就不拿你当人看 妈 您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了 分家了就是两家人 双方的事情 彼此是毫不相干的 还记得之前我跟你借锤子时 你说过的话了 你怎么还在这个事情上面纠缠不清呢 那是小事 远庆结婚可是大事 你有必要为了那一点点小事 记恨到现在 我就记仇了 怎么了 反正啊 你们家的事情 我是不会去碰分好的 免得以后你跟人说 我占了你们家的便宜 好你个叶之秋 我怎么了 你是不是想说我心胸狭隘 不识大体 不知道孝顺公婆 我告诉你陈玉芳 我叶之秋就是这样的人 我不仅记仇 还会记一辈子 说出去的话 我要是做不到 我跑去你门口倒立吃饶 于是两人就开始了口水战 不一会 陈玉芬败下阵来 没地方发火 就开始说赵远峰 赵远峰 你看看你 怎么管叫自己媳妇的 你就这么看着他骂我 这天底下就没有哪个做晚辈的 这么踩到自己的婆婆头上来的 婆婆说他一句 他能顶十句 有因并有果 他做的不对吗 他哪点做的对了 跟远庆离婚了 一转眼就改嫁给大哥 你也不去外面看看 别人是怎么议论我们家的 我这老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合法夫妻 民政局都没意见 你们有什么意见 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 社会在进步 您的思想也要跟着进步 不然了 早晚被社会淘汰 这一番话 说的深奥 陈玉芳哪里听得懂 什么时代在进步 什么被社会淘汰 他压根就没有听说过 赵远峰转头去看叶之秋 有些疑惑 叶之秋好像没有进过城 怎么会知道这些 行行行 你们有理 以后你们没饭吃了 别来我面前哭着求我 陈玉芬唠叨着走了 叶之秋没心思想这些事情 粮食马上就要吃完了 要想着怎么赚钱 自己虽然有主角光环 但是没有什么金手指和系统空间之类的 还要靠着自己的双手一步步奋斗 你想要多少钱 你说什么 我说你想要多少钱 赵远峰昨天上山的时候 碰到叶家村的人在那里议论 说叶之秋回娘家借钱借不到 还被凶嫂说了一顿 我想要两百 不过还是算了 不要了 这个事情以后再说吧 两百块钱不是小数目 赵远峰手上就算有钱 也不能给他两百 再说 他想做那个生意 有一定的风险 万一赔本了 这两百块钱就打水漂了 明天我给你啊 你有钱吗 你不做工又没有别的事情做 去哪里弄那么多钱 反正比你有钱 两百块钱可不是小数目 你就不怕我还不起吗 也没想过你能还得起 行吧 上次我在县城上 看到有人收购残茧 然后做成残丝背 以及丝绸 要卖到大城市和国外去 你说 咱们两人要是能从村子里面采购残茧 然后拉到县城去卖 是不是可以赚到不少钱 所以钱是我出的 力气又是我出的 最后赚到的钱还要跟你分 你这个主意打得真好 瞧你这话说的 我也会出力的嘛 反正你在家也没有事情做 咱们都是站在同一条船上的 以后过日子不得要钱 咱们要是不做一点小生意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这样吧 到时候赚到的钱 咱们三七分 行 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我就帮帮你 那明天早上 我们起来之后就到县城去找工厂 了解一下收购残茧的价钱 然后再看看路线 要怎么把村里的残茧 运送到县城的工厂去 我的想法是 用班车拉到县城去 到了县城之后 再找一辆拖拉机送去工厂 虽然是麻烦了点 但是能赚到钱 太麻烦了 路上浪费时间 那你说怎么办 既然要做生意 一家运货的车子都没有 还怎么做生意 县城里面有二手的三轮摩托车卖 我们可以去买一辆 还买车子 你还有钱吗 村子里面有二八杠的 都不超过五家 我没说我没钱 那你怎么不说你有钱 你又没问 分家时我就说了 我能养得起你 那明天你弟弟结婚 你不在家帮忙吗 关我什么事 无所谓 第二天一早 两人起来之后 就坐车去县城了 至于赵远庆结婚的事 两人也没放在心上 一路打听着 找到了残茧加工厂 你们过来找谁 这里外人不能进入 是这样的 我们是养残的农户 想问问 你们这里是不是收购残茧 乡下给的价格太低了 我们想直接拉到你们这里来卖 你们收不收 对方应该是拐式的 听到叶之秋这么说 当下语气有些缓和 这里是收购残茧的 你们有多少残茧 都可以拉到这里来 那你们这里收购残茧 多少钱一斤 双公以及发黄的残茧 只能给一块五一斤 残茧又白又大的的 能给到三块五一斤的价格 有多少残茧我们都收 又问了对方一些问题 叶之秋跟赵远峰就返回了 镇上收购的残茧 一斤是三块钱 转手到这里卖 一斤就能多赚五毛钱 一百斤就能够赚到 五十块钱的中间差价 这机会是真难得 做任何生意都不是 百分之百赚钱的 这里面的风险你还不懂 现在也没有多少人 买得起三轮车 出售二手三轮车的 还挺多的 你没有钱 不代表别人也没有钱 我没有钱 你也别说出来呀 怪没有面子的 再说了 我现在没有钱 我以后有钱不就行了 谁生下来就大富大贵的 这车子多少钱 八百 给你最优惠的价钱 这么一个破车子 你要八百块钱 你怎么不去抢啊 你知道别的地方 这样的车子 卖多少钱吗 一开口就是八百 你咋不上天 看到我们老实 觉得我们好欺负 是不是 卖车子的老板 被叶之秋这么一说 老脸一红 倒是不好意思了 其实叶之秋 心里面也没数 不过心里想着 直接对半砍价 肯定能成 那你得多少啊 这车子是好车子 比别人的好 而且也大 能拉好多东西的 叶之秋看了赵远峰一眼 看到赵远峰也在看的 心里面有敌了 老板呢 名人不说暗话 你这车子 我们最多只能给你三百 三百不行不行 这个价钱 我拿货都拿不到 你要是成心买就给五百 不能再低了 然后老板就开始 跟叶之秋诉苦 说他开这个店 赚不到多少钱 叶之秋压根就不信 行 那我们就各退一步 我给到三百五 你看着合适就卖 不合适的话就算了 我们再到别的地方 去看就行了 说完 叶之秋就去拉赵远峰 看着是要走了 行行行 看你这么有诚意 我也懒得跟你讨价还价了 别人我都是卖八百的 今天算你运气好 我亏本卖给你了 赵远峰 你怎么会开这种车子 这有什么难的 看一眼就会了 赵远峰路上 看到有卖瓜子糖果之类的东西 把车子停了下来 买了一些瓜子糖果 你买那么多糖果做什么 晚上会有村子里面的人 过来凑热闹看车子 到时候你拿这些东西分一些 给他们吃 还是你想的周到 回到村里 天色已经快要黑了 赵远峰刚把车子停在家门口 陈玉芳一家四口 就跑出来看情况 赵远峰 你从哪里弄来的车子 买的 买的 你去哪里弄那么多钱 买这样的车子 你是不是背着我们 做了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了 听你这话 说的好像只能你有钱 别人就活该穷困潦倒是不是 那你去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弄一辆车子回来试试 不是做了偷鸡摸狗的事情 你们怎么会有钱买这么贵的车子 好几百的车子 你们说买就买 关你屁事啊 又不是花你的钱买的 你以为你问那么多 我们就会把车子拿给你们用 想得美 我们好歹是一家人 问一下你们怎么了 你那是问吗 上来就污蔑我们 怎么 刚娶了儿媳妇就飘了呀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当初分家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说的 现在看到我们买了车子 就说我们是一家人了 陈玉芳骂不过叶志秋 只能对着赵铁龙发火 你看看你的好儿子 现在分家了 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父母说两句都不行了 行了行了 都少说两句 你知道他不好惹 半句也不能说 干嘛还去招惹他 都回家去 别在这里丢人了 说完赵铁龙就回去了 你又何必跟他们争吵 影响了你的亲近 是他们说话难听 咱们买车子不偷不抢的 凭什么他们以为 咱们是偷来的 他们说的是我 又没有说你 那也不行 几个字 撞进了赵远峰的心坎里面 那一颗有些冷的心脏 变得暖暖的 紧紧的盯着叶志秋 酥酥麻麻的感觉 看得认真 看得仔细 你听着我看做什么 没什么 远峰啊 这就是你刚刚买回来的车子 真是好看 这东西怎么开的 看着能拉很多东西 几百斤的东西 能拉得动吧 这车子看着贵得很 你怎么不买 一捆鞭炮回来放 热闹热闹啊 去年有人买了一架二八杠 还放了鞭炮呢 书审哥嫂们 这里有瓜子糖果 大家随便吃点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大家对叶志秋和赵远峰 又有了新的看法 远峰 你说赵远峰他俩 哪来的钱买的三轮车呀 是不是爸妈分家时 没给他们田地 心里愧疚 偷偷给他们钱了 吴美凤之所以嫁被赵远峰 就是因为陈玉芬手里有钱 赵远峰心里也犯嘀咕 结婚的好日子 被赵远峰抢了风头 而且最近赵远峰的 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父母到底 是不是背后悄悄给了赵远峰钱 就算真的是给他钱了 我也没有办法 咱俩手上都没钱 吃喝还要依扣我妈 咱们家的条件也不算差 但怎么连吃的都比不上赵远峰呢 吴美凤沉默了 在考虑嫁给赵远峰这件事 到底对不对 因为结婚第一天 陈玉芬就给了自己下马胃 我才嫁到你家 第一天妈就让我喂猪喂鸭 吃完酒席的桌子和院子 都让我自己收拾 你也不知道帮我干点活 我在娘家哪做过这些活呀 这刚嫁到你们家 就要干着干呢 谁家的媳妇嫁过来不都这样的 以前叶之秋刚刚嫁过来 做的事情比你还要多呢 你这些都还算少了呢 叶之秋怎么能跟我比 他有我身材好吗 有我脸蛋白吗 你让我干这么多粗活 变丑了怎么办 赵远青有些不耐烦了 眼前的这个女人是比叶之秋大 但是没有叶之秋听话 能干活 要你做一点事情 怎么就那么多话 我们家就这样 家里的事情女人做 没有男人做家务活的道理 你要是不愿意做家务活 我就送你回娘家去 让你娘家管教你 等你愿意做家务活了 你再回来 吴美凤还是很在意 村里人的看法的 她不能就这样回娘家去 好不容易找了个 家里有点钱的 心里的气 吴美凤只能忍着 今天是我们结婚的大喜日子 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 睡吧 阿静 你进来了没有啊 我早就进来了 那你动一动啊 动什么 不就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 你到底会不会啊 怎么不是这样 我一直都是这样的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 农村的房子隔音差 而且还是在隔壁 随便一点声音 就会传得很远 你这个女人 胡说八道什么 我没有胡说 你的也太小了 这时赵远峰也进来了 也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这时的气氛有些尴尬 两人当初说好的 只是合作结婚 不谈感情 到现在手都没碰过 赵远峰顿了顿就又出去了 一晚上都没睡好的吴美凤 第二天一早 看到赵远峰在擦三轮车 就走过去主动跟赵远峰说话 大哥 这么早起来就干活呀 赵远峰没有看吴美凤 继续干着手里的活 吴美凤不甘心 现在他知道了赵远峰的情况 但是他没有叶之秋那种勇气 说离婚就离 当初也是自己心甘情愿嫁给赵远峰的 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怀个孩子 这样才能堵住陈玉芬的嘴 但看赵远峰那个身体条件 就算十年也怀不上 大哥 我也想骑一骑你的这辆摩托三轮车 你能教教我吗 不教 赵远峰头也不回地达到 然后继续干自己的活 院里的叶之秋看到了这一幕 差点笑出声 目前只有叶之秋知道吴美凤心里的想法 他这是把心思打到赵远峰身上了 吴美凤没去的回屋了 怕一会沉运分出来就不好说了 回到门口看赵远庆要出去 我出去找朋友完了 你在家好好干活 别惹我妈不满意 吴美凤听到这话 心里的气一下子上来了 我在家里忙得不知道东南西北 你就不能帮我分担一些吗 一大早就跑出去玩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看村里有哪个男人做这些活的 不都是女人在做 你既然嫁过来了 就要做这些 怎么没有人做 你大哥不就在做 人家做饭什么的都能干 你怎么就不能做了 你别打我跟他比 他都敢娶我的前妻 我跟他比不了 吴美凤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结婚后过的会是这样的日子 赵远庆什么活都不干 陈玉芬也不干 全都让自己干 再看看叶之秋 什么都不用做 赵远峰还会给他做饭 你在这里愣着干什么呢 还不赶紧去干活 你跟女人干点活怎么了 这才嫁过来一天 就想给我耍脾气吗 吴美凤咬牙 终究是不敢再说 此时跟陈玉芬顶嘴 没半点好处 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让远庆 帮我做一下家务 我的儿子 你少管他 想怎样就怎样 难道还要你一个外人管着吗 吴美凤没想到 他刚过门就这样 还有赵远庆 那不能生的问题 以后陈玉芬 恐怕会更欺负自己 行 您都这么说了 那我先去忙了 叶之秋在隔壁厅的一清二楚 吴美凤现在的处境 跟叶之秋以前的处境一样 之前叶之秋 委屈求全的过了一年 也不用抱怨谁 自己选的路 自己承担后果 刚刚吴美凤找你做什么呀 不知道 现在村里的人 突然对我特别的热情 都主动找我说话 以前不是这样的 买了摩托车后 叶之秋一下子 成了村子里面的香伯伯 他感觉不太好 很正常 以后他们会对你更加热情 那这两天 我趁大家伙 对我这么热情 赶紧宣传一下我们的生意 让谁家有残碱就卖给我们 就是不知道县城工厂那边 会不会立刻给钱 那是工家办的工厂 你的担心多余了 那也是 我们还差一把大赶唱 我明天就到公社去买 第二天 叶之秋就到村里人多的地方 跟大家说这件事 尽管叶之秋两人买得起摩托车 但是村里人还是不相信 叶之秋有这个能力 你确定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 我们可是要献钱 我保证不跟你们设账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大家对叶之秋的话半信半疑 但如果能在家门口 就把残碱卖出去 谁也不愿意 背着几十斤的残碱到镇上去 你不会骗我们吧 骗你我能有什么好处吗 有多少我就收多少 你们放心 听了叶之秋的话 大家都动心了 想着一个村的 叶之秋也不会骗大家的钱 都表示以后卖给叶之秋 这时陈玉芬走了过来 叶之秋现在忙着做买卖的事 无心跟她废话 准备回家 但陈玉芬却眼红 大家都别被她骗了 她连饭都吃不上了 还想做生意 她知道残碱要卖哪里去吗 她知道多少钱一斤吗 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拿什么收你们的残碱了 那个女人说话 有哪几句是真的 别到时候被骗了 可别说我没有提醒你们 听了陈玉芬的话 大家伙又有意起来 有的相信了陈玉芬说的话 也有的人反驳陈玉芬 大家都是一个村的 低头不见抬头见 叶之秋不可能骗我们 她给我们保证了收购残检当场就给钱 她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清楚吗 娘家那么穷 结婚时什么都没带 嫁过来之后 吃的住的都是我出的 当初我们分田地给他们 他们闲干农活类 就不愿意要田地 要不是我帮衬他们 他们两人能活到今天吗 你说他手上能有什么钱 这时有人想到了赵远峰买的那辆摩托三轮车 就问陈玉芬 你说人家没钱 但赵远峰开回来的那辆摩托车要好几百呢 是你买的吗 你以为呢不是我们拿钱给他们买的 难道他们还能有钱买 还说我们不好 我们要是对他们不好 能掏钱给他们买车子 一天在家啥也不干 去哪里弄钱买车子 在场的村民听了都很惊讶 很多人竟然相信了陈玉芬的话 本来他们就认为赵远峰和叶之秋不可能有钱买车 原来是陈玉芬帮着他们 陈玉芬看到大家都相信了他的说辞 心里沾沾自喜 你也真的有本事 能掏钱给他们买车子 换做是我吗 我们就没有这个本事 能怎么办 都是自己的孩子 我不帮着 还有谁愿意帮着 众人纷纷夸赞陈玉芬是个好母亲 好婆婆 叶之秋天天跟她对着来 她还这么帮衬叶之秋 陈玉芬就开始说自己命骨 生活多么不容易 陈玉芬说的话很快传到了吴美凤的耳朵里 吴美凤急急忙忙的就去找赵远青 赵远峰的那辆三轮摩托车 是你妈偷偷给她钱买的 这个事情你管不管 赵远青一脸惊讶 你从哪听说的这个事 我妈怎么可能有钱给她买车 她们不是讨厌赵远峰吗 这是她自己在村子里面说的 现在村里的人都知道了 她对我们这么扣门 却把辛辛苦苦攒下的钱 都给了叶之秋和赵远峰 我在这个家忙上忙下的 怎么也不分给我们一点 赵远青也不觉得吴美凤烦人了 满脑子都是陈玉芬给赵远峰钱的事 要找陈玉芬理论剧 刚一出屋子 正好碰见陈玉芬从地里回来 还没等赵远青开口 陈玉芬先骂了起来 吴美凤看着赵远青找陈玉芬算账了 心里面的那一股子气终于是得到发泄 陈玉芬被赵远青顶撞了一通 也傻了眼 之前陈玉芬在村里说的话 只是吹牛 想往自己脸上贴贴金 谁知道竟然传到了 赵远青和吴美凤的耳朵里 你胡说什么 我哪里有钱给赵远峰买车 你别听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不我们母子的关系 有些外人就是爱干这种挑拨离间的事 说着陈玉芬贴了吴美凤一眼 眼中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我可没有瞎说 现在整个村里的人都知道 是你拿钱给赵远峰买车了 你还想抵赖呢 儿子 我没拿钱给他买车子 那都是吹牛的 咱们家有多少钱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能听一个外人的话 妈 你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没给他钱 我的钱都给你留着呢 怎么舍得给他 妈 对不起 错怪你了 以后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前 别听风就是雨 要自己考虑事情的真假 吴美凤心里很委屈 这明明是陈玉芬亲口说出来的话 赵远青怎么又怪到他头上了 我知道了 我先去做饭了 这个女人真是没事找事 本来听说陈玉芬说车子的事情后 叶之秋想去找陈玉芬理论的 可是听到他们三人已经在乱咬 也就当看个笑话了 第二天叶之秋两人就开始出去收残检了 这是您的残检钱 您数一数 要是有不对的地方 您跟我说 您家的残检个头又大又白 我给您按最高的价钱收 钱没少 你这丫头啊 倒是实胜得很 以后我们家里的残检都卖到你这里 没问题 你家里有多少残检 我们都收 不过你要每次都拿这种品质好的残检 我才能给您最高的价钱 要是发黄的残检 我是给不了那么高的价钱的 你放心吧 我保证都拿最好的给你 之前有不相信叶之秋的村民都把残检背到镇上卖了 现在看到在村里就能卖到一个好价钱 都有些后悔 有人直接跑去问了陈玉芬怎么回事 陈嫂子 你们家远峰又买车子又收购残检的 你应该是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的吧 就是啊光买车就有好几百了 再加上收残检的本钱 怎么也要一千多块了 你真的有这么多钱给他吗 陈玉芬被这么一说 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只能尴尬的站在那 我记得当初人家远峰结婚 也是自己操办的 你一分钱都没出吧 现在怎么可能给他出钱买车呀 看来远峰走丢的这十几年是挣到钱了 只可惜你们不知道还处处排挤人家 我们对他们不好 他们能有今天 还在这吹嘘自己呢 我们可不会相信你了 我们走 陈玉芬气得浑身发抖 自从叶之秋嫁给了赵远峰 陈玉芬这边的日子每一天顺畅过 带着一肚子气的陈玉芬去找吴美凤呢 现在叶之秋是不好惹了 她只能把火气发到吴美凤身上 就只收了这么一点吗 我身上的钱用完了 村里的残检也收的差不多了 咱们先拿这些到县城去卖掉 赚到一点利润了 下次再多收一点 叶之秋第一次做买卖 也不知道能不能挣到钱 只能先去县城工厂卖一次试试看 之前不是爱心心满满的说 我们肯定能挣大钱吗 就这么一点残检 连油钱都不够 我就不是没有钱了吗 今天收了那么多残检 把我手上的钱都花完了 再说咱村里目前只有这么多人 卖给我残检 瞧你这点出血 走 我们去别的村看看 赵远峰开着三轮摩托车 带着叶之秋去了下一个村子 没想到两人这次去的竟然是叶家村 叶之秋不知道赵远峰为啥带他来娘家这个村 也只能硬着头皮吆喝起来 不一会就有人围了过来 这不是叶之秋吗 他也做起了收残检的生意了 他有那个本钱吗 听说在婆家过不下去了 前几天还来娘家借钱呢 因为李凤宽不借给他 还生娘家人的气呢 我听他大嫂说 这叶之秋不是个好人 跟人家弟弟离婚了 又嫁给人家哥哥还到娘家来借钱 一帮人议论纷纷的 恨不得把叶之秋的脊梁给戳破 叶之秋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 别人的是少在那里乱嚼舌根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我和我娘家借钱怎么了 又没跟你们借钱 你们瞎操的什么心 做女儿的急用钱 就算嫁出去了 就不能回娘家借钱吗 叶之秋这么一说 这些人倒是消停了 我回来是收残检的 又不是上你们家吃饭的 你们管那么多干什么 都少在背后胡说八道 听了叶之秋的话 大家也不敢再议论纷纷 看着还真是来收残检的 车上有不少呢 要是卖给他也不是不行 镇上太远了 我家里也没自行车 你们愿意卖我们就收 不愿意卖我们就去别处收 别走别走 我家里有不少残检呢 只要价格的公道 我就卖给你们 看叶之秋给的价钱和镇上一样 大家都纷纷把残检卖给他们 不一会儿就收了一车的残检 不过这次是赵远峰出钱 叶之秋的钱早已经用完了 此时大家也看到了路过的李凤宽 李嫂 你女儿女婿真有出息啊 做起生意来了 你看在我们村子收了很多残检 以后你就可以享福了 有这么好的女儿女婿 村民们的语气有的羡慕 有的嫉妒 李凤宽看到真的是叶之秋跟赵远峰 一脸的不相信 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口 叶之秋也没说话 只是喊赵远峰开车去衔城了 自己有钱就不管娘家人了 我看到赵远峰手里有一千多块呢 他现在做生意挣钱了 也不知道多买点东西回来孝敬你吗 听了村民的话 李凤宽心里很不是滋味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赵远峰两人从县城回来 已经天黑了 叶之秋数了数全部的钱 就开始激动起来 赵远峰 你知道咱们这一趟赚到多少钱吗 六十五块呢 天哪 咱们要发达了 油钱你算上吗 我给你扣出来 扣完了油钱 咱们再平分剩下的那些钱 第二天 村里人都知道叶之秋挣钱了 陈玉芬又要出来做妖了 这次五美凤境 跟他站在了统一战线上 赵远峰跟叶之秋 虽然是我们家的人 但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的 看他们赚这个黑心钱 他们从咱们这里收了 再转手一倒卖 就赚到了不少钱 把咱们村里的父老乡亲 当做什么了 村里人正好听到叶之秋挣钱了 都很眼红 听了陈玉芬的话 心里的羡慕 逐渐变成了嫉妒 咱们辛辛苦苦的种桑树 采桑叶 他们什么都不干 赚到的钱比咱们还多 这不是坑人吗 咱们不能让他们 把我们的血汗钱坑了去 五美凤觉得 陈玉芬的话非常有道理 也在旁边帮枪 我婆婆说的对 赵远峰跟叶之秋 都是我们家的人 我们看到他们 这么坑大家的血汗钱 才会这么的生气 也希望各位伯伯婶婶 不要把残碱卖给他们 你们爱卖不卖 反正我愿意卖给他 我是不愿意 自己背着残碱到镇上去 还要走那么远的路 浪费时间 叶之秋在坑咱们的血汗钱呢 你就愿意让他坑吗 这话一说出来 大家都安静了 很多人就是眼红叶之秋 他们轻而易举的 就能挣到这么多 什么叫坑我们的钱了 我们背着残碱到镇上去 也是卖到这个价 又不会多卖钱 人家叶之秋也没有少点钱 卖给不认识的人 你们就心甘情愿 卖给自己人 你们就说坑血汗钱 我这也是好心为大家着想 希望大家都能说说叶之秋 让他们给我们高一点的价钱 能让我们多卖点钱 我自己的儿子做生意 我也肯定希望他多挣钱了 正当陈玉芬准备尽情发挥的时候 叶之秋来了 谁说我叶之秋坑你们的钱呢 我坑你们什么了 是欠了你们钱 还是给你们的价格低 还有你们俩口口声声说是一家人 却在背后给我整这一出 陈玉芬看到叶之秋过来就怂了 但嘴上还是强死夺理 那你怎么不给自己村里的人高一点的价钱 收了那么一大车的残碱 你们肯定赚了不少钱 要不是村里人支持你 你能挣到钱吗 你如果眼红我们 不想让我们挣钱 那你就自己堆到镇上卖好了 我也没强制大家必须卖给我 我给的价格和镇上的一样 我坑谁的钱了 孩子 你别生气 输下一批残碱还卖给你 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 陈玉芬和吴美凤灰溜溜的回家了 再待下去也是成为大家的笑柄 回去再慢慢商议 怎么搞垮叶之秋的生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